现在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讲人曹朝钦医师 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看到曹医师的学经历是非常丰富的 他现在担任的是南内华达医疗保健系统退伍军人医院 综合疼痛医学部介入性疼痛科的科长 以及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医学院麻醉科副教授和拉斯维加斯分校医学院麻醉科助理教授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健康讲座的主题 揭秘颈部和腰部疼痛的成因与疗法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曹朝钦曹医师有请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很高兴被邀请今天的演讲 所以今天就要讲腰部跟颈部的疼痛 所以腰痛是就医第大常见的原因 也是第二大常见症状的原因 所以每年差不多有1600万人的腰痛就诊 然后5%的家庭医生就诊也是因为腰痛 所以看神经外科医生或骨科追逐外科医生最长 最常见的原因 所以高达84%的成年人在一生中每个时候都有腰痛 超过四分之一在过去三个月 所以只有2%到5%的人寻求治疗 健保保健或者陪所残疾 高峰期是在55到64岁 可是影响所有年龄段 所以45岁以下的人群活动受限最常见的原因 比癌症、心脏病、中风更多残疾 所以在2020年近900亿美元 是用于在治疗背部和颈部的疼痛 比1996年增加640亿美元 Next 所以这些就是背痛的 很多背痛的因素 可是最常看到就是说 是因为过度使用和剧烈运动 或不当使用 或者是重复体重物、外伤、受伤和骨折 旗骨退化 通常是由支撑肌骨的肌肉和人带 受压、衰老造成的 然后也有感染 也是有肿瘤或骨刺 肥胖也会增加脊椎的重量 所以对于推肩盘的造成压力 也是肌肉紧张或者筋远、扭伤或拉伤 远带或肌肉瘦裂 所以关节的问题 如关节炎、抽烟、突出或者是花土的吹肩盘 受压的神经 所以骨质松树症 或者旗骨和骨骼的天生性的异常 还是腹部的问题 像主动派流都有可以产生背痛的因素 所以扭伤跟拉伤是很常见疼痛的原因 所以拉伤是肌肉跟肌腱的损伤 所以背部拉伤时 所以支撑肌柱的肌肉和肌腱会扭曲 拉扯或撕裂 所以一次举重不当 或背部肌肉过度紧张引起的 所以长性、慢性、劳损 通常由肌肉与肌腱长时间重复运动过度使用造成的 扭伤是忍带拉伸或撕裂 所以忍带是防止关节过度运动的审微组织 所以扭伤通常在跌倒 还是突然扭动后 或身体受到打击 破解关节脱节脱离 其正位正常位之后 所以这些情况才会将一条或多条 忍带拉伤 超出正常的运动范围 而导致受伤 所以这两种治疗的方式很相似 所以第一件治疗的是 减轻疼痛跟痙瘫 这个就是可以休息 可以用冰带压缩 尤其在受伤之后的出24到48小时内 可以推荐就是使用抗炎药 像布罗芬、泰诺 可以减轻疼痛跟虫长 所以24到48小时后建议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恢复正常的活动 长时间或防休息或不动 只会延长病状跟延期恢复 然后大多数人呢 有劳损扭伤症状的人 会大约两周会好转 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两周呢 可需要额外的治疗 所以人类的颈椎有正常的生理趋度 所以长时间知识不良 像低头工作、打电脑、滑手机 坐姿不正确、枕头太高或太低 意外跌倒、撞伤、交通事故等 所以引起颈椎的受伤 所以颈椎的生理趋度会产生变化 会出现趋度的变值 或者是反方向、反攻的情况 所以可能会出现 出现带长性的骨质会开始增生 或者是出现颈尖盘突出 催孔、狭窄等的变化 所以颈尖盘突出严重时 会刺激或还是会压迫到神经根 造成神经跟病变 所以压痛点呢 颈椎到第四节、第五节是最常见的 所以因为是个人生活习惯不同 或者是外力伤害 所以症状有点会突然出现 也有会缓慢出现的情况 所以这个有六种的症状 就是说头、颈、背、上背疼痛 所以颈部的僵硬活动会不灵活 睡觉的时候呢 脖子会常落枕 上肢会酸麻 肌肉无力 手指会出现 毛目跟只是痛感 然后疼痛由上半身各部位 Next 所以呢 就是小面节关节炎的症状呢 就是很广泛 早上起床呢 或是坐酒起身 会特别不舒服 也有可能 和平大腿到膝盖后侧方的疼痛 这种疼痛与一般的坐骨神经痛 不完全相同 尤其是小面关节 可以透过按压 简单评估 是否有异常 如果正确的判断 源头是小面关节的话 最正确的方法 是小面关节注射 如果注射后症状改善 70%以上就可以确认 Next 所以推肩盘呢 所以推肩盘突出呢 就是在您看到的 就是在右手边的 就是那个脊椎上视图 从上面看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左边的是正常 吹管周围是很宽敞的 所以可是在右边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水海 往外压急 然后就是说 吹管受压 受挤压 然后后面呢 就是小面关节 也有深骨刺 也有增生压迫感 Next 所以这是那个 核磁弓症的成像 这是在腰部 然后往旁边看的 所以在左边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吹管 然后这个神经根 然后这是正常的 推肩盘 然后在右手边呢 你可以在下面 在白色的那个箭头 可以看见到 那个推肩盘 有突出的症状 Next 所以这是 也是跟上 上两个slide 上面有 只是从上面看下来 就是说 左边呢 是神经 就是周围很 很宽敞 可是呢 在右手边呢 你可以看到 那个股肩盘 有突出 然后那个 侧边 狭窄 然后中间也狭窄 因为后面呢 也有 也有发现 那个小面 小面关节 也有骨刺 OK Next 所以呢 推肩盘 有突出 有什么症状呢 就是背痛 可能持续 数年之久 当咳嗽 打碰涕 弯腰之 弯腰之 时候呢 那个时候增加 腰 腰推内 压力 会 会更加疼痛 然后平躺的时候 会 会减软 然后做 做肢呢 跟暂时 会出现疼痛感 然后只是 单侧 单侧 颈部 会 辐射到 是手臂 手指 或者是腰部 到大腿 或小腿 虚弱 盲目 刺痛 跟 稍左感 Next 所以 我也是在这边 也看 也有看过 就是说 那个带状 炮疹呢 所以带状 炮疹是 体内的水痘病毒 重新 激活 所以才引起 疼痛的 皮震胆 所以是单侧的 水 水泡性的 皮疹 然后皮疹 最 最初的皮疹 最重要是刺痛 然后就是 预痛跟 跟红色的皮疹 然后是水泡 出现水泡 会 结痂 您通常会 感到 盲目 或者刺痛 差不多 一到五天后 会出现 那个皮疹 Next 所以呢 腰部 腰部前弯 很困难 扭动 也会有 刺痛的感觉 然后也会导致 虚弱 麻木 跟刺痛 跟 烧热感 Next 所以这个怎么治疗呢 可是 可惜就是说 那个带炮 带状炮疹 是无法治愈的 所以是早期 使用处方 抗病毒的 药物 可以 可以 会加速 和 愈合 可以 可以也是 降低 那个发症的 那个风险 所以那些 这些药呢 像 像 Veltrex 跟 Fosycovir 然后那个 炮纵 也有引起 会 剧烈的疼痛 所以您的医生 也会开 开一些药 就是说 那个辣椒素的 外贴药 然后也有 抗急 抗急素药 所以像 Nurontin 跟 Gralese 然后也有 像 皮肤贴 贴型的 那个 麻木剂 像 Lidocaine 可是如果这些 都没有什么 效果的话 就是要去 那个 腾东科医生 去 就是注射 像 那个 内固醇 像 可 可 德松 跟 那个 还是 那个 麻醉剂 Local Aesthetic 所以 可是 就是 这个 带状 泡 疼 疫苗 是 可以 降低 这个 泡 疼 发病 疫苗 可是 这是 50 50 岁以上 就可以 打的 Next 所以呢 就是 怎么 怎么 治疗 那个 疼痛 就是 最 basic 最 基本的 就是说 可以 冰敷 尤其 是 刚 疼痛 开始 的时候 前 前几天 就可以 冰敷 可是 在 后面 三天 之后 就可以 可以 用 heating 可以 用 热 电 那个 进行 之后 可以 也是 可以 运动 做 stretches exercises 然后 也可以 做 瑜伽 然后 按摩 也可以 口服 非 处方 跟处方 的 肌肉 放松 药 像 内固醇 跟止痛药 像 刚才 的 布洛 跟 泰诺 还是 跟 可以 做 physical therapy acupuncture 跟 chiropractor 也可以 做 最 关键的 就是 锻炼 核心 肌肉 等一下 我就在 后面 会介绍 一些 exercises 可是 这些 如果 也没有 手术 的话 也 就是 要 考虑到 可德松 的 注射 跟 脊椎 硬膜 外注射 跟选择性 神经跟注射 然后 如果 这些 都没有 什么 效果 的话 有可能 也要 脊椎 狭窄症 的 手术 治疗 OK Next 所以 这个 是 胶 胶症 姿势 是很 重要的 部位 就是说 良好的 生活习惯 正确的 坐 与站 可是 留意 就是说 在 取 物品 的时候 后的 姿势 预免 在 物件 高 高举过头 保持健康的体重 然后避免 造成脊椎的 跟关节的负担 然后也是要做 那个 环境的调整 就是选择可以 支持 腰背部的 座椅 可以减少压力 可以放一个枕头 还是毛巾 捲起来 支持背部 然后维持 正常的虚线 驾车时 可以调整 把膝盖跟 腿部 保存在 一同的水平 选择比较 结实的 充电 用枕头 做 支持 然后 留意高度 所以不要把 颈部的角度 过大 所以根据 骨科医生的 骨科学会的建议 就是介绍一些 核心 肌群的训练 动作 跟 舒软动作 让 肌肉 包括 颈部 上背 腹部 下背 跟臀部 及大腿 后方的肌肉 让 躯干的 更稳定 然后减少 未来 受伤的机会 所以这些 要做这些运动呢 跟训练 您 实际 不要太多的 额外的准备 也不用上健身房 在家 在自己家里 一块小地方 这可以主练 所以 所以 所以像 左边的那些 next exercises 如果像 我可以 demonstrate一下 就是一些 exercise 在左上方看 对 现场的观众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来 跟着曹 曹医师 一起做一下 这个运动 你愿意开镜头 也可以 不开镜头 也可以 好 麻烦曹医师 就是说 在左右 左方 您可以做 颈部的 fluxing 跟extension 就是往后 差不多几秒钟 然后之后 可以往前 也是几秒钟 可以 差不多 15秒 就是重复 重复 三次 这样子 然后 左边 跟右边 也是一样 左边 差不多 15秒 右边 15秒 然后一边 差不多三组 这样子 repeat 然后也是 就是 forward stretching 就是要把前 把头这样子 stretch 都是第七个动作 就是也是往前面 几秒 超过15 15秒 之后 然后 也要往后 超过15秒 也是这样子 超过 repeat 三次 OK 然后这个 low back exercise 也是 也是 这是核心的 那个 肌群的训练 所以在YouTube上面 有数百个 关于那个颈部跟下背 核心的锻炼跟视频 所以您可以需要 观看其中一些 所以才决定 哪些的是更适合您的 OK 所以什么时候 是背部疼痛才 应该联系医生呢 所以 所以是剧烈疼痛 连走都不能超过几步 所以受伤的 区 受伤区呢 像手臂 手 腿 会有盲目感 以前 多次伤到您的颈部 还是下背部 还是有一个 形状 不寻常的 肿块 或区域 还是 疼痛会影响睡眠 然后受伤后 那个手 还是脚 明显无力 明显无力 如果这些 情况发生的话 请赶快 就是联系你的医生 还是去 那个 OK Next 所以呢 小关节 那个小面关节的疼痛呢 所以小面关节 在 左手边呢 您可以看到 就是说 那个有一些的 那个小面关节的 感觉神经 就是蛮小的 可以 provide sensation 就是可以 那个 感觉神经 然后 在右手边呢 就是最 正确 方式 就是 关节 小面关节神经 是从那边 来的话 是 感觉神经的注射 如果注射后的症状 改变 70%以上呢 就可以确认 那是从那个地方 疼痛的 所以呢 如果是治疗的方法 就是从高频热 凝电波 所以那是感觉神经 给它改变 神经讯息 传讯 减少讯息的 绝痛 痛觉 然后那个运动的神经 也维持功力 不会影响到 所以这是那个 治疗的办法 OK Next 然后如果有 推肩盘突出 症状造成神经 压迫 然后也接受 脊椎 硬膜 外射 硬膜 外射 注射 围裂 所以 急性 其的 剧痛病人 所以脊椎 应外膜注射 治疗后 疼痛会缓解 有效率会 会可达 超多 82% 而慢性 疼痛 人的病人 然后疼痛缓解 有效率为 70% 左右 所以呢 脊椎 注射止痛 此数 一年 不超过 四次 为宜 OK 所以两次 以上呢 如果无法 达到 预期治疗时 所以真的需要考虑 就是 脊椎手术治疗 所谓 注射后的 那个效果 可维持几星期 或者是几个月 不等 可是疼痛改善 程度呢 跟 习急病 的病源 病因 跟 严重度 都有 不同 OK 所以 如果有 这些 以上的 那些治疗 都 都 没有什么效果 的话 就是 真的要 要 那个 考虑要有 那个 就是 脊椎手术 所以呢 手术 也有三个方法 所以那个 那个外科医生 会帮您 解释一下 如果是 传统手术呢 这个是对于 病况很严重 复杂 或是 或何患者 会从 那个传统手术 比较安全 因为医生 处理的时候 会在肉眼下的 病 你知道 看得一清二楚 不会 不会不小心 伤到 不应该伤到的 结构 然后就是 第二个就是 会有 微创手术 这个切口会比较小 肌肉 损伤少 也使得手术中 失血的少 手术后的 感染 也比较低 恢复时间 也比较短 也第三个 办法呢 手术 也是 内视镜的手术 所以 内视镜 直达 直达 病障 所以很清晰的 放大 影像 下处理 压迫神经的 推肩盘 还是骨刺 不止手术 很精确 也不会 为了看见 病灶而 把伤口扩大 伤口值 不到一公分 手术之后 疼痛会非常少 恢复时间短 直乎手术 当天可以下床 快的话 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这个是以上 是我的那个 presentation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 曹医师 您精彩的分享 讲解的非常的详细 那接下来到了 最令人期待的部分 就是问题解答 那我们现在 线上已经有很多的问题 在等着要问曹医师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说我有一个亲戚 因为连摔了两脚 大概他的年纪 差不多70岁左右 连摔了两脚之后呢 他的胸部跟他的背部 都非常的疼痛 于是他就是到那个医院 去做了那个 就是水泥注射到 他的脊椎骨里面去 那虽然注射了一阵子以后 是好了很多 可是后来还是很痛 那就吃很强力的止痛药 可能就是像癌症病患 吃的马飞的那种药物 那现在就不知道 他想问曹医师 应该要怎么办 如果还是这么疼痛 还有另外就是 当他每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 一动还没有下床 就非常非常痛 但是起来了之后呢 正常的运动 正常的吃饭 什么又都OK了 好 感恩曹医师 好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很蛮复杂的 就是摔倒之后 有到骨折到 那个vertebral fracture OK 所以到那个 有注射像水泥一般的 那种的在 在那个 在脊椎骨里面 可是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 要注射那个水泥斑的 一个那种东西在那里面 可是那个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 发生这个 就是摔倒 三个月内 一定要马上就 就要执行 因为三个月后 那个在注射 那个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呢 他会有可能是 听起来 他是骨头在痛 OK 这是第一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还没在 还会在介入 那个水泥性的那种 治疗方法 那个有可能 也会压到神经 所以呢 所以这种疼痛呢 也会 好像也听起来 有到那个神经 压到神经的 那种的程度 所以呢 所以有吃到像 麻痹那种药呢 是非常严重的 尤其是麻痹那种的药 是蛮 very addicting 然后就是 it cause addiction and dependence and also 也有 cause 有一个叫做 Opium-induced hypergesia 那个叫做 那种药物呢 会 会让你的疼痛 会过敏感 会很 会变成 所以才 require more and more medications 所以这种 疼痛呢 是很难 很难 治疗的 可是对我的 医疗的 就是这几年 我 我这医疗 我也遇到过 这些 病人 所以 最好的 医疗方法 我的建议 可是就是说 他也要去 跟他的 那个疼痛科医生 否则的话 就是要 要跟他 discuss一下 我的那个推荐呢 就是说 要把那个 morphin OK 就是说 那个 morphin 那种的药呢 慢慢地 减 15% at a time every week OK until he's completely off the medication 就是说 到 身体呢 都没有 碰到 那个 那种药 差不多 到四到六个月 之后呢 再reintroduce every very small amount low dose of that medication 然后我的经验 就是说 那个时候 他们会有 很好的 那个pain control 可是呢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有那个 第二个就是 他们也有 那个骨的 骨头的 那个疼痛 每天早上 起来 会 会疼痛 都是骨头的问题 然后起来之后 动一下就会好 那是因为是骨头 那个是脊椎的 里面的那个 因为有可能 有可能还没 还没 全部的好 所以才会有 有骨头在痛 所以有 有可能 因为是 麻痹跟那些的 substance对这些 骨头的痛 不是很 很有效果的 所以才会 的那个 dose requirement 越来越增加 好 谢谢曹医师 曹医师给您的建议就是 希望这个止痛药会越吃越多嘛 所以希望每一个礼拜呢 都能够减少你现在剂量的15% 然后慢慢减了之后呢 停大概四到六个月之后 再少量少量开始 还有运动也是很重要 好 感恩 感恩曹医师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 恒痛跟心理压力有关系吗 有 有 沉重跟心理有关系 尤其是 长期跟慢性的沉重 所以呢 就是如果 疼痛会造成 睡眠不足啊 然后那个也是 对 对 有些人 我自己也是一样 有一些疼痛就是 造成脾气很不好 有 有些人就是说 这些疼痛是已经几个月到几年了 所以会造成depression 所以这些会depression 也会造成你的疼痛会增加 所以这个也是会蛮很联系的 很联系的在一起 好 谢谢曹医师 也就是说 他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越是睡不好 越是痛 那你就心理压力就很大 然后相对的他对疼痛也没有帮助 反而会更严重 好 所以就是要放宽心情 赶快去就医 希望医生能够对你的痛 有很多的帮助 这样子心里就不会有压力 那第三个问题想请教曹医师 就是有哪一些保健的设备 比如说像是颈椎枕头拉 或者是按摩椅啊 按摩棒啊 还是那个红外线灯的照射 是哪一种比较好呢 谢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颈部有在痛的话 如果是枕头的问题 最好的那个是睡的枕头 是叫做orthopedic 就是有一个弯曲 在中间有一点点的弯曲的那种 那种的那个 是最好的 尤其是刚才我在 我在好像第几个 那个slide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枕头 然后有一个有点弯曲 那是颈部是最好的 颈部痛的那个最好的 可是就是那个按摩椅呢 跟那个跟那个您刚刚讲的是 就是第三个就是按摩那个红线治疗 那可以试试看 因为那些都是对肌肉 所以是扭伤 肌肉的那个会有帮助 所以我对那个按摩椅跟那些治疗 也可以也承受的 好就是曹医师是说 如果假使你是颈部不舒服的话 就是要用那种枕头是中间凹下去的 一边高一边低的那种枕头 比较对你颈部的疼痛有帮助 那另外的就是按摩椅啊 按摩棒 还有那个红外线灯的照射 也对背部啊 或者是腰部有帮助 好 谢谢曹医师 那再来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刚刚您提到的 有冷敷 就是冰敷跟热敷 就是先冰敷后热敷 那其中是哪一个更适合呢 可以选择一个吗 还是说一定要先冰再热敷 对如果是被痛刚才开始的话呢 因为是inflammation就是有发炎嘛 所以如果是有开始发炎的话 是冰敷是最好 最好是治疗 initial treatment 就是冰敷最 calm really calm down the inflammation 所以把那个inflammation先 calm down 一两两天之后呢 然后再热敷 这样才对肌肉会比较 比较少刺激一点 好 所以还是要有次序的 因为如果你是很痛的话 先要用冰敷让他镇定下来 让他没有发炎啊 这些症状 然后再去热敷他 那时间上要多久呢 曹医师 所以就是说如果刚才才 如果是扭伤啊 刚才腰部闪掉 闪到腰部 如果是就是几个小时的话 还是几天就是冰敷 先冰敷几天 然后就是两三天之后 然后再换成这个热敷 嗯 好的 好谢谢曹医师 那线上还有问题 想请教您的就是 他要怎么样子 让这个退化性的那个脊椎骨啊 退化性 要怎么样让他能够慢下来 slow down下来 嗯 所以那个小面关节 怎么那个 那个 slow down的 degeneration of the joint 就是说 所以每个 joint needs movement OK how did the joint produce joint fluid is that they need to move OK so movemen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you have to move despite you're in pain you still have to move OK that's how the joints really produces joint fluid so how do you really slow down the joint degeneration of the joint you have to move regardless go walking just do standing exercises stretches that actually will prevent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joints OK 谢谢曹医师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把 这个退化性的 这个 joint 你的那个脊椎骨的 那个 那个连接的地方 要让它慢下来的话 你唯一的 就是要动 就是要动 如果你不动的话 它就是越来越stift 越来越僵硬在那边 反而对它没有帮助 好 谢谢 那还有就是说 线上还有观众 想请问您的就是 骨头会不会痛啊 他觉得他的骨头痛 但是他的先生说 骨头是没有神经的 是不会痛的 所以骨头到底会不会痛 曹医师 所以骨头里面 就是看看哪个地方 可是就是在 在那个脊椎里面 骨头有神经的 OK 所以骨头神经 所以有fracture 跟那些的话 在脊椎里面的话会痛 可是在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在那个手啊 手臂 就是腿啊 跟那些的 不是骨头里面 有神经 这是骨头 骨头那个外面 有一个小膜 这是外面的膜 会有神经 所以那个骨头里面 没有 那个所以是哪一种 哪一个地方的骨头 才里面才有神经 所以是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那个构造 OK 所以骨头是真的会痛 你跟你先生说 因为骨头有不同的构造 所以是骨头会痛 好 谢谢曹医师 那另外线上有一个 Dr. Richard Yang 他请问您 What are general guidelines after minor lumbar fracture OK So basically so minor fractures that means probably a little bit of you know a small vertebral not really degeneration not really greater than 10% if it's greater than 10% of the lumbar fracture OK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incident of the inciting event that causing that fracture then you need to consider vertebroplasty or kyphoplasty OK if it's less than 10% then you just just have to watch and then so usually just have to watch for and then treat as you know for pain some NSAIDs you know muscle relaxants and that actually will help with the bone pain hopefully that'll answer your question 好的 谢谢 那线上 再有一个 呃 观众 他是想说 呃 是不是 可以 请 曹医师 再放一次 那个powerpoint 就是有关 那个枕头的 那个部分 那我们请 音控 帮忙 放一下 感恩 哦 对 所以 所以就是 那个 在 在 左 下面的 那个 有枕头 这位小姐 在下面的 那个 所以 这个枕头呢 就是让 您的那个 颈部呢 跟 是不是 曲线的 是直线 所以 如果是 那个 posteropedic 那种 pillow的话 可以 就是让 您的 那个 颈部 最直 直线的 好的 谢谢曹医师 那 接下来的 这个问题 又来了 他说 我是买了 一个这样子的 枕头啊 可是 我常常 因为睡觉 很不规矩啊 不是就固定 在那个 姿势上面 我常常 有的时候 变成 自己的头 跑到那个 不是 不是井子 在凹的地方了 是头 头变成 在凹的 头跑到 高的地方去了 就反而 井子更痛 就像是 一般的 落枕 那该 该是用 普通 枕头呢 还是 这种枕头 颈椎枕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 也是 在 推荐 就是 在 继续在 那个 pastropedic pillow 就是说 你的 就是 subconsciously 你自己 就是说 会 会 落枕 跟那些 可是我 就是坚持 要 要睡 那个 那个 pastropedic 会对 你的那个 颈部 你的颈部 会感谢 你的 好 就是 不管你 是不是 睡的姿势 到了晚上 半夜的时候 你会换一个姿势 会睡的 不舒服 可是 你已经 不舒服了 你还 曹医师 还是坚持 你要 用 那个 颈椎诊 它会 更 缓解 你 颈部的 疼痛 好的 那 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 是 骨刺 是什么 意思 应该 要怎么 治疗 我刚才 有一个 slide 好像 有一个 在上面 有 在左手 边 在上面 一点 在上面 有 那个 对 在上面 在上面 一点 在上面 一点 在上面 一个 对 这个呢 就是 就是您 在 在左手 边呢 还是在 右手 边 这 你有看到 就是骨刺 就是从 在 在这边 是从 那个 小面 小面 关节 OK 所以 骨刺 是 小面 关节 旁边 所 发生的 所以 在下面 那个 MRI 在下面 就是 你可以在 PowerPoint 在下面 对 在下面 一个 对 所以在 这个 白色的 那个 箭头 在右手 边 那个 白色 的 那个 箭头呢 这个不是在 红色的 那个什么 不是在 红色的 那个 圈圈里 对 不是在 红色 圈圈里 就是在 箭头 那个 箭头 的 箭头 那边 就是 发生 有点 骨刺 OK 所以 这是 骨刺 是从在 那个 关节 出来的 OK 所以 那个 所以 骨刺 是因为 因为那个 小面 关节 是有 degeneration 然后 degeneration 会 flatten out the joint 才会 开始 旁边 有 骨刺 出来 好 所以 这个 骨刺 事实上 是不是 就是 那个 那个 fluid 就是 不是 fluid 骨刺 是骨头 是因为 那个 joint 因为 有 摩擦 到 有 degeneration 已经到 到一种 很 很 糟糕的 部位 就是 开始 会 会 好像 会磨 磨到 会平 然后 会往 旁边 长 然后 就 往旁边 长的时候 会 长 有一个 刺 会像 骨刺 一样 从旁边 长出来 一颗 不是一颗 就是 像 一个 一个 刺 出来 从旁边 出来 这样子 像一个 刺 一样 出来 可是 事实上 它是 小骨头 对 是 小骨 小骨 从旁边 长 那 这是 我 私人的 问题 就是 我母亲 以前也是 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 是只能 手术吗 还是贴 他们有一些 什么高药 叫做 骨刺 链 就是贴了 就会好呢 可能吗 如果 如果骨刺 已经发生 的话 那个 也会 也可能 会回去 有可能 可是就是说 可是到 严重到 那个地步的话 很大可能 就已经 已经是 那个 very severe 的 所以 所以 如果 有贴 药膏 跟那些 药的话 有帮助 也可以 也可以用 可是呢 如果是 做 做 运动 跟把 那个 核心肌肉 给它 用 结实 一点的话呢 这样子 才会 再减轻 它的 那个 那个 关节的压力 所以这个 才会 对关节 会比较好 一点 好的 谢谢 那还有 另外 哇 今天问题 好多 曹医师 所以我相信 真的是 疼痛 对大家 都是一个 很大的 疑惧 他说 是什么样子 的枕头呢 他可以放在 他的两个腿 的当中 比如说 测睡的时候 所以都可以 都可以用 哪一种枕头 都可以用 哪种枕头 对 哪个枕头 就可以用 因为 就是像刚才 在上面的 那个posture 的那个 powerpoint slide 上面 就是说 就是刚才 有秀说 不要 就是把 最 最好的 就是把 你的腿 跟 那个 脊椎 给它 弄平的 不是 给它 用弯弯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用哪个 pillow 都可以 用什么 pillow 都可以 那 比如说 那个 lower back 常常 就是 那个 下腰 部分 常常 会痛 那有一些人 就说睡觉的时候 测睡的时候 你最好两个膝盖都是弯曲的 不要一个弯曲 一个腿是伸直的 是睡觉的姿势也有关系呢 对 睡觉的姿势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说 怎么讲的 就是说 比较 躺在 如果你是 测睡的话呢 就是最好 把 那个 最好不要 把 碰 就是 又 就是像 for example 如果是 我是 右手边 测睡 OK 然后右腿 是碰到 那个 碰到 那个床的 最好是 那个可以 最好是 那个是 弯 弯 那个 弯 那个膝盖可以 OK 可是就是说 这个左腿呢 就是要直的 如果是 左腿弯 就是靠那边的话 你的那个 spine就开始 你的脊椎会开始弯 弯曲 所以就是说 你要 你也要小心 哪一个腿 是 要 可以 可以那个 可以弯的 可以 那我这样 现在我这样 讲看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 左边 测睡 睡到你的 左脸 这边的时候 那你的 左腿 是朝 床的 肩 床边的 那一只腿 要膝盖弯曲 可以 膝盖弯曲 可是就是 另外右腿 右腿要 又直的 右腿一定要 伸直 对 你不可以说 左腿靠 你左边睡 你左腿伸直 右边的腿 跨过来弯曲 对 对 这样子会 弯到那个 腰部的 那个脊椎 OK 这样子反而不好 那你同理 就是右边睡的时候 你只能 右边的腿 弯曲 你不能 左边的腿 跨过到 右边来弯曲 这样子对你的 下腰部还是会有非常不好 那现在观众就在问了说 那到底是测睡比较好呢 还是平躺比较好 我是觉得平躺是比较好 可是有一些 有些人就是我也是 我也是一样 就是测睡 可是就是说测睡会比较舒服一点 有的时候呢 是有 有些疼痛的 有些疼痛的不能平躺 只能测睡 所以呢 就是如果测睡的话 如果姿势不对的话 也会引起 那个疼痛 所以这大家就是要 要小心了 要小心 那小baby 他们都是趴着睡 趴着睡 那是不是我们也是 趴着睡 对脊椎骨比较好呢 这个趴着睡 我也有人跟我讲说 有些人会趴着睡 可是这个对呼吸会有一点困难吧 因为就是说有可能要趴着的话 脸要往左还是往右 对要侧面靠 如果这样子的话 有些人会比较不舒服 然后会那个尤其是有 sleep apnea的那些人的话 我不很建议趴着睡 对 我大建议 怕你胸部压着了 可能对你呼吸 对你的心肺都不大好 好的 谢谢 那现在还有一个观众 他想请问您的就是 颈部跟腰部疼痛 是不是会增加 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 嗯 这是蛮好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是你有头痛的话呢 你的那个血腰会飙高 OK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是有飘高的话 看是多高 如果是很痛的话 有100 就是historic 比较上面那个number 超过130 下面的number超过80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尤其是有心脑 血管疾病的话 这样子就有可能会 会您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所以就是说 对 所以要治疼痛 也是一种 会减少您的心跟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好的 谢谢曹医师 那不晓得线上的观众 还有没有问题 要请教曹医师 你要把握机会 今天这个机会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曹医师很有耐心的 为我们一提又一提的做解答 那希望线上的观众 你也可以举手 如果你不知道 要怎么样子 把你的问题 写在那个chairroom里面 就聊天室里面 那我现在来 打开看看 或者你直接打开镜头 直接开你的麦克风 或者是不打开镜头 就直接用麦克风 来请教曹医师也可以 谢谢 我刚才看到这个 message 所以说 sorry that I would make sure that I got it right when I sleep on my left side my right leg should stay straight and that's correct you could bend your left leg because that's the one that you're laying on correct so your right leg staying straight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hat's not really bending your spine but if you're bending your right leg you know crossing the over crossing over then you might twist your lumbar spine and that will create some problems so yes you got it correct 对 其实有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 你睡左脸的时候 你左膝盖弯曲 你睡右脸的时候 右膝盖弯曲 另外一个 就打直 so I think it's an easy way to remember is when you sleep on your left face here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bend your left leg and that other other side if you sleep on your right face and you can bend your right knee okay 好 看看还有没有 什么 朝医师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 怎么样子来分别 这些颈部跟腰部疼痛 是暂时的 还是 可能是更严重的疾病 所以这个很 就是说 看您的那个 所以是 一个礼拜 还是两个星期 没有缓解 然后就是说 您的疼痛 也没有缓解的话 就是刚才 我上面 有一个slide 就是说 如果 有严重呢 严重到 麻木 跟 有虚弱 手跟脚 有虚弱 麻木 然后 晚上的时候 也有 就是说 您的疼痛 会把你 疼痛 把你 吵醒 吵起来呢 然后这种症状的话 就一定要去 看医生了 可是就是说 这暂时的跟 还是更严重的 症状呢 就是 就是 it all depends 如果是 如果是 一个星期到 两星期之后 还是在 那么痛的话 就有可能 是 是不是 暂时的 好的 谢谢曹医师 曹医师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镜头上面 有一位观众 举手了吗 对 好 那个观众 你请打开 麦克风 请您提问 谢谢 你可以 turn on your microphone and ask Dr. Ciao your question Can I ask for REVVLV plus 5G Yes You can turn on your microphone please 你可以 把麦克风 打开 Turn on your microphone please Thank you 谢谢 把麦克风 打开 听不见 您的声音 哦 I cannot hear you 你的麦克风 请打开 谢谢 R-E-V-V-L-V 这一位 听众 好 您请说 Go ahead 它有一个问题 是写在纸上的 我看不见 再下来一点 只在放下来一点 只在move down 只在放下来一点 放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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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对 再远一点 离开你的镜头 离开你的电脑 放远一点 对 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还是您可以用讲的也可以 对 您可以用说的吗 可以用讲的吗 听得见吗 请问 那个 周医师 那个带状泡疹的病人 他的硬食应该怎么处理 谢谢 带状泡疹的病人 他的饮食要怎么处理 他该吃喝些什么 对 需要注意点什么 谢谢 吃喝些的 不用注意 特别注意 因为那个食物跟那个 可是不要 就是也是吃太刺激的 像太油的 太辣的 东西 好 就是不要吃太油太辣的 对 好 都可以吃吗 还是有净脂 其他的都可以吃吗 还是 对 如果是这样子 对 其他可以吃 其他可以吃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 没有问题的话 还有 刚刚我好像还有看 有人举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时间也要到了 好 没有了 好 谢谢 谢谢曹医师 您的回答 这么多的问题 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大家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做您原本应该要做的健康检查了呢 提醒您千万别低估了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在听了曹医师的讲座 如果已经有长期疼痛困扰着你的话呢 也请您要赶快就医 希望我们一起都能够做到疾病预防 也请让慈激医疗中心 一起守护您的健康 再用一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